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备碰撞预警系统 和行人警示系统的车辆上 设有摄影器侦测前方的情况 如果侦测到和前面的车 或者行人有碰撞的风险 就会向驾驶者发出相应提示 碰撞预警系统 可以侦测到静止的车 和移动中的车 当以时速5-80公里行驶的时候 如果前面有车进入侦测范围 而前面的车紧急刹车 或者系统侦测到有机会出现危险情况 系统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并会逐步驾入提示驾驶者 首先系统会在仪表板上显示警示符号 如果驾驶者没有作出反应 和继续接近前车 警示符号就会开始闪烁 同时发出音效提示 最后在紧急情况下 系统会自动刹车 以提醒驾驶者需要作出反应 和尽快减低车速避免发生碰撞 行人警示系统在时速10-65公里行驶的时候 如果侦测到和前面行人有机会发生碰撞的时候 就会发出一次性的紧急状况警示 而表板上会显示闪射警示符号 同时发出音效提示 在紧急情况下 刹车系统就会介入 帮助驾驶者缩短刹车距离 假如未能够避免碰撞 这一个系统亦都可以帮助 减低碰撞发生时候的车速 导致